飛機 打他 那不就要得多表演 拿過來,踢4 好,來了 到玩具TV 第八季 第十季,第八集 這次是太搶鏡,我們先拿去 很多次是太搶鏡 說回我們的主題 這次呢,之前講過兩次 Coby的節目,這次就講 飛機,上次沒有講飛機的 講車,跑,彈下車 這次一次過廣山館 這些是一次大戰時候的飛機 二次大戰 專門的 一次大戰是這樣的 一次大戰很容易分的 多數是雙翼 雙翼翼 雙翼翼是 德軍 德軍有三翼 雙翼三翼都有 一試大戰就是初次有空軍 大家看不到空軍的威力 就是什麼厲害呢 就可以顯示在這裡 就是那些炮彈 就是這個炮彈 這個炮彈 現在就做得是砌出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 Elman那兩個 就是原件盤出來的 這個是你呢 其實他跟真實的歷史 那個大小很適合 你看到每一架飛機裡面 其實都有機師的 開了一個蓋 是坐到一個人仔裡面的 而人仔呢 是沒有撕了一半的 有些很流行的 有些模型的玩具 就是一半的 這次是完整一隻 完整一隻的 那人仔都說 都很真靈 很奇怪 真靈 但是就 挺有趣的 同一般人仔 我覺得如果你說 以這類型的積木系列來說 戰爭提供 其實是比較少有的 是啊 真的 其實沒有出過 因為本身最大的牌子積木 它們就跟 戰爭系列的產品 比較少去涉獵 那它們有些的原則 但是這間公司 那間波蘭公司 你就 就沒有這個原則 沒有原則 可能被人打過 所以就沒有原則 說笑而已 所以呢 那些羅想全部可以動的 全部可以動的 那機艙打得開 人仔就會出來 譬如這架 我喜歡這架 這個就是德軍當時的 輕型轟炸機 是啊 後面有一枝 是 空對空的機槍 那就是因為 這些轟炸機 尤其是在那個年代打仗 一聽到 一收到消息 有轟炸機 就第一時間 一大堆戰機 就追著來打 因為它一堆 造成的傷害很大 所以呢 大多數這些 比較重型的轟炸機 都會配備一枝空對空的機槍 那就是防止其他戰機追尾 那它就可以掃射追尾那些戰機 沒錯啦 那我用來打 所以就是和光炸機 所以就是和光炸機 用來打的 沒錯啦 我給你做個小 因為光炸機始終它要兼顧 現在就是這個 下炸彈 下炸彈 和戰鬥的場面 都比較多 它最重要是保護自己 可以活著 扔到炸彈 對 用完炸彈之後 其實它就知道 它任務完成了 對啦 那這種機是輕型軍炸機 它變成戰鬥能力 都不差 遲些有機會 可以介紹一些中型 或者大型的光炸機 對 都是這個比例的 那就看看這個旁邊 這是另一隻 另一隻 德軍的一個經典的戰機 就是FW-190A8 那其實很多 以前的人都知道 這機其實是一架名機 那其實 德軍只有兩款主流的戰機 之前呢 早期就是BF-109 後期就是FW-190 就是有點像 很像高達的渣鼓 就是這兩款 就使用它的主力 一直打到尾 主要都是用了一些改款 很多叫做分支型 那就做出來了 所以這隻是後期的德軍主力 我覺得這個益機型 是做得很像的 但是我覺得他很聰明 他把貼紙變成黑色 其實是的 不過很多時候 他們是很少用納粹空軍 我不太肯定 但是 他就少用納粹兵 但是 這裏 但是 但是我覺得他很棒 為什麼呢 就是這個位 Brian在玩這個位 是一個可以 可以 升降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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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真的可以 掃出來的 那 說回 剛才我都誤會了一、二戰 說回 一戰的時候 升降架 是不可以收納的 是二戰 是 因為他們本身 真的是一個 就這樣一個降架 是二戰 可能因為 越來越追求一個速度 和技術 收納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擋風 他們就會開始做這些 而且很慘 一整個降落架 被人打爛了 是 這個就糟糕了 那 又說說第三架 這一架就是美軍的機 很出名 很大架 很大架 這是戰機來的 沒有機場的P-38 Lightling 其實這一架是一架名機 是這一架 據聞 這款機型 在亞洲戰場 打倒了日本的戰神 王牌機師 不是 是他的太平洋艦隊 P-38 太平洋艦隊的 三本五十六總司令 的作家就是被他打倒了 而被他打倒了三本五十六個機 就是高達都出現的 白色 是的 名字是同名 所以我覺得高達 參加了很多二戰的背景 這架同樣 這架也是可以升降的 還有會有一個位置 一聲 即是他會變成一個位置 即是他會變成一個位置 那這些都做得比較過癮 還有你身分仔 都是大人都 就飛來就打光 其實這個尺寸 不會太小 抽起那個架片 就像給你擺包 對 擺包不住 沒錯 那是挺過癮的 剛剛這兩架也是後期的 這個機 對 那機上面有一些貼紙 其實跟我們貼紙的分別 就是他需要是連貼紙的 是的 坦克那些其實很多的DECO 都會印上去 因為他同一塊件 但是因為飛機也是大 那邊的 那些件都去了 在砌完之後才開了貼紙 沒錯 現在是角落 那就是基本上 砌完之後 貼紙就不能回頭了 其實是的 那你不要貼錯 你貼後沒事的 就是不可以收回 貼紙嗎 貼紙 但是當然你再用不再用 就不靚仔 但是不要緊 這些都是一個說的 那我覺得 反過來來說 他拿著的輪子是什麼 其實應該是個 是個輪子來的 小輪子來的 好像是他的輪子來的 尾輪來的 是 不好意思 他因為要做機 他拆了 坐上去 忘記了 其實機器的細節都做了 機關炮全部都齊了 例如機頭這色的跑 全部都做了 比例 各樣都好 不過這個反而要彈一彈 不要經常說 我們只差一點 他的銀色做得不太好 嗯 因為他的顏色很均勻 原色膠 很多水紋 是的 現在我們那個都會認識 跳尺 包家會蘭 水紋 所有位置都認識 是的 很清楚 這個銀色其實是對的 是很均勻做的 銀色 原色料 是很難 我疼因為他混了閃粉 沒有錯 那個灰色的 那我靈寫反光 不如你黑色的水紋 比較難看 或者雜色的水紋 但其實某些東西上面 這樣啤酒也挺有趣的 那個效果 看看你拿來做什麼 是的 我們的要求不是那麼高 這些就可以了 玩一下這些的話 這些大概是什麼價位呢 這些都是我想 300-400元左右 就應該段平均的重量計 比值應該便宜過L牌子那些 那就肯定了 這個就不用說了 不過千萬不要當它是反光 又說多次了 好了 好 說到這裏 謝謝大家 好 我們下一個了 又下一節了 來些厲害吧 不太有了 我們下一個了 我們下一個了 Fuze 快點 來來來